跑马园环保教育站志工忙着整理环保回收资源 也有12位来自KDU年轻的学生来实习做韩保 此季志工借此姻缘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初时祈祷的活动 这一次的KDU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的大学需求 要社区服务16个小时 就安排两天全天的一个在环保站进行学习环保 上人一直鬼锤大家要前程宅介 然后多蔬食少肉类 那我们是说让这个年轻的孩子来尝试一下 除了大地环保外 身心环保健康的饮食生活也是爱地球的一种方式 树子对我们的概念可能就是以健康为主 通过这次讲座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素食其实可以就可以帮助地球更多 一点一滴的环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也帮助这个地球和环境 你种一颗植物只需要一片空地 如果你种了一颗养了一只鸡 可能你需要四五片的地 这个一开始我是没有想到 然后过后听了四波 原来这个其实是有连接的 我看到那些影片我觉得我要为地球做一分力哦 我要开始少吃肉 然后尝试看吃素食 因为地球是我们的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照顾它 其实也挺容易 就好像煮那个方便面这样子 就倒它的调味料先 过后再倒那个饭进去 然后等二十分钟 从一日清便餐到前程祈祷 明一刻都用心在当下 我祈祷了 我说我这个武汉飞燃的 快见了 然后大家来备安镜头 然后跪掉这个关 接下来要慢慢的习惯起 要关事 接下来备安镜头 无挨杀神 環保交易不可少 嵌恕行動要及時 希望大家疼心大地 悲憫眾生 無數愛地情 大愛新聞 馬來西亞 彭麗星報導